也慢慢的接受所谓的中西方面的 双管齐下的一个治疗 但是我们其实往往有时候可能在 听到听到一些 不管是以西医 他可能真的从过去 他就受所谓的西医的这样子的 一个训练跟教育 然后一直到现在从业 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说 西医其实我们进入的 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癌症 我们知道它放 它是在什么样一个地方 那他会稍微比较建议 一般的民众 或者是说我们也听过有些医师 他是比较坚持 你既然已经接受西医的一些治疗 你就不要再另外额外再接受 所谓的中医治疗 你怎么看这一块 通常西医对中医的态度 不外乎就是 要么战场 要么就是反对 要么就是不治可否 对 那他们对中医 为什么会反对 我的感觉是说 第一个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那加进去的话会干扰 那事实上病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其实更多 包括说他去吃很多的 现在所谓的保健食品 对 不当听读书 对 你根本不知道他去接 吃了很多什么东西 所以应该比较严格来讲是说 病人不应该去接受 正规的治疗以外 比如说正规的中医师以外的治疗 对 那这样的话都是 对西医来讲是更不可靠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没有经过沟通 是 比如说我在原本的医院的话 因为从西医的部门出来 那他们对我的一些处理 对我一些开药 他们本来就有一定的信任感 那我们也会透过会议不断的沟通 会对中医的认知 他们会比较多 也比较能够接受 所以都是需要互相了解的 对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以西医的角度 他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疫病关系 然后沟通上面 他可能会觉得说 你那个 就像刚刚郭医师讲的 他如果自己本身私底下 可能再去找一些比方说中医 或者是他甚至不是找中医 他可能听说谁谁谁邻居 然后介绍我说那个谁谁谁 然后什么癌症吃了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偏方 结果他好了 他可能私底下会去做这样子 一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以西医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不要乱去乱吃了 你现在正在接受这样的治疗 你就中规中矩 但就像郭医师刚刚所说的 就是要沟通 然后再来要正规的中医师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是中医西医一起来做会诊 那给予我们的这个病友方面 其实有一个更好的 全面性的一个保护 甚至于心态上的一些正确的一个调整 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先暂时跟郭医师聊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继续跟我们的这个国医师好好聊一聊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国医师他自己本身 除了现在其实是专职在中医 但是其实他有所谓的西医的这个背景 那么不但是内科的专科 同时也是这个风式免疫科的一些专科 那当然其实在整个所有的行医 尤其是在进入中医 您大概进入中医的领域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15年 有15年 在这15年当中 当第一个碰到比方说他有癌症 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去寻求西医的帮助 而是寻找中医的帮助 这样子的例子多吗 也会有 那我会看他的 这时候我们的西医的训练就用的上 派的上场了 对于一些西医治疗应该是很有效的 我会把他努力劝回西医去做治疗 那对于一些他的状况 真的不太适合做西医治疗 是 或者是这个肿瘤别 他本身西医的治疗效果不好的 那就会遵照病人的意愿 比方说像哪一些肿瘤 他其实是比较不适合在做西医的一个治疗 有特别来 还是说分歧不一样的感觉 一般我们说西医能够治疗到很好 甚至能够达到治愈的程度的话 像早期的淋巴癌 还有早期的子宫颈癌 都是可以达到治愈的程度 因为其实真的可以开刀的癌症 几乎都可以治愈 对不对 就是只要是可以开刀的癌症 基本上手术可以 手术拿掉的癌症 基本上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能够早期诊断的 没错 那以像有些 像现在最麻烦的还是肝癌 他们的肝癌 现在还是排名在蛮前面的 是 虽然他以后会下降 那他对化疗的效果还是不好 对标靶有些人反应也不好 是 那当有些人体力真的衰退到 病人体力衰退到 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他病人自己的医院 他也不愿意再接受西医的治疗的话 其实相对西医的我们合作医师 他也会看他的状况 停止治疗 然后让他好好去调养自己的身体